那佛跟魔在哪里呢 就是自己念头 自己念头一念 正念是佛 我念呢就是魔 魔不在心外 心外无法了 法外无心了 那佛是自己 魔也是你自己 与外面境界不相干了 怨天诱人是大罪 是最大的仇 决定不可以 老祖宗教我们的话 好要记住 心有不得返求助击 遇到状态 反过头了反心 决定在自己的念头沿线 与外头境界不相干 决定不能怪人 纵然我们在逆境 无缘里头 遭受别人毁谤 无辱 陷害 种种账难 全是自己故事 与他不相干了 天天烦恨 天天烦心 天天改过 一定是原谅别人 不要原谅自己 自己天天有进步 天天快乐 有进步才发喜充满了 那如果每天自己 悠悲苦恼 这完了 这个一定要提高 解决 我迷了 我迷得很深 才会有这个现象 那一个人念念有觉悟 天天有觉悟 怎么可能有这个现象 实在没办法读经 那古人用这个方法 受效过的很多 用一年的时间 我读一步进 一天读十遍 一年年一千遍 一千遍 决定心定下来了 还没有开悟 我再读一千遍 再不开悟 我再读一千遍 肯定有开悟的那一千 为什么 你走的是开悟的道路 公公斤进的读经 这就是持绩 一心专注是修订 长期 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哪有不开悟的道理 那问题 那问题都是自己 懈怠 懒散 不肯正干 啊 妄想多 妄念多 这个把你毁掉了 啊 最怕的魔不是外头 自己的心魔 啊 这个妄念折磨你 妄想折磨你 啊 根源在哪里 没有离开 坦诚之门 啊 自己认真反省 就发现了 我就从哪里 贪来的 称呼来的 嫉妒来的 啊 怀疑来的 傲慢来的 都不合乎这些 啊 那么自己对自己的修学 肯定 心心丧失掉了 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修学的 没有信心 对法 没有信心 肯定 一肆无症 啊 这走一条死路啊 啊 来生的人生 不容易 啊 换一句话说 肯定是三我头 这叫诸臣 大错了 啊 随着年终三死 超过 分段 便一二死 按住 除失 二孔之志 此皆成就 至断 二得